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下雨防要是漏了 我和燕子上去修 大不了就是摔个胳膊断个腿吧 谁让我救这命呢 妈 您别说了 我不让您走 阿姨 我能干 我会使您和惠芳幸福的 幸福 一口咬个沙壶吊 听着声嘴 你也不嫌牙尘 你掂量掂量自己 你哪点比得上人家 论工作你没有 论家庭你是黑五类 你念的那点书能当饭吃 说你喜欢惠芳 除了惹麻烦 你能给他带来什么好 今儿个叫你来 本指望你还有点良心 指望你见着大成不用别人说 你自个儿能挪回那条腿去 没想到 你来了个叙数进曹营 一句话不可 阿姨 瞧你那点的出息 一脸的倒霉相 要什么没什么的 亏你还是五尺高的男子汉 胡生 妈 您就不乐意 你也别这么伤人啊 你护着他吧 管不了大不了我走 眼不见心不烦 可我告诉你 只要宋大成还愿意当我的女婿 别的人 就趁早给我绝了那念头 他会给他 帮忙 公司 你甚至能先抓到一堆 我们做一堆 我做再一次 你刚才连任 我 对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怎么跟没听见似的呀 你和王护生的事 好多人都知道了 这事也真叫邪性 你说你和宋大成 阴错阳差也够寸的 怎么着 这回真的拿定主意了 你说呢 大妈这关 怕是难过呀 怎么话说的呢 要光王护生一个人还好说 他偏偏有掺红让个宋大成 你妈还就一口咬定了 非他不可 难呢 你干嘛去 送报表 别去 你这会儿去 还不得打起来 慧芳 大嫂 这事就这么说定了 大妈 这事 你别太为难哪 大妈可不是只是你犯错误 也准备你好不是 嗯 成了 只要是不违犯原则 我一准让你满意 这还像个说话乱事的 等了 这边 这边进 冯总了 晚上再来啊 回去吧 没事 喝水吧 不喝 不喝 坐 你是来打听 大妈找我说什么事吧 你来签个字 这是我们组的劳动报表 我还拿给调度 嗯 小胖 大妈让我晚上去 你说我去吗 妈没让你说服我呀 没有 她知道这么做没用 妈跟你说什么了 她再三地嘱咐我 不让我告诉你 那就算了 等等 回房 如果你不能和王虎生登记 她是不是肯定要去西北啊 是啊 大成 妈是不是说 不让你在厂里给我开介绍戏 那你打算开吗 如果你坚持 谁也不能不给你开 不过要是拖上十天半个月的 开了也没用 是啊 就为这个 我们才要求登记结婚的 可你妈不同意 坚持让我拖几天 你答应她了 我答应考虑考虑吧 为什么 你想过没有 一旦你们登了记 万一王虎生 仍然分到外地 你可怎么办 我想过了 不管她分到哪儿 我都跟她在一起 你考虑过后果吗 不知问过自己多少遍了 我心里头一直在想 人不能光为自个活着 现在护生症有困难需要我 而我又有能力帮助她 你说我能眼看着不管 转身就走吗 我并不认为我自己有多高尚 只是觉得 大陈哥 也许你还能理解我吧 慧芳 你太苦自个儿了 你会后悔的 当初我退学进工厂 我心里难过极了 可是为了妈妈 弟弟妹妹 为了这个家 我不还是去了 到现在我也没有后悔过 你不是看见了吗 大陈 算了 不说了 给 办得了 拿去吧 好 我祝你们幸福 我祝你们幸福 去吧 我准她嫁 谢谢 嘿嘿嘿 嘿嘿 瞧你 嘿嘿嘿 瞧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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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找什么呢 没找什么 甭找了 在我这呢 妈 你拿着她干嘛 你别丢了 丢了她 总比丢个闺女强吧 甭一条道走得黑 我是过来人了 还能害你 妈的话你都不听了 行 接去吧 我瞧着呢 妈 咱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吗 实话跟您说吧 这接耳性 我可都开出来了 你看 让我猜着了不是 商量 你偷户物本 开接耳信怎么跟我商量 那您不是 要户物本也行 你把这接耳信的名字 给我改成宋大成 我就给你 妈 你看 好事多磨呀 早知道这样 当初就该瞒着你了 谁想到我妈那么坚决 你妈不能一天到晚 怎么看着护戈本 你再找个机会 我看那是没希望了 妈不知道又藏哪去了 已经过去两天了 再这么拖下去 那可真晚了 你到底想个办法呀 看样子 我妈是非坚持到底了 她那个脾气 谁能扭过她呀 不过我也想通了 到哪还不是一样活 哎 我说 你赶紧给大姐写封信 把咱们打算告诉她 哎 护生 快点啊 大妈 您倒是说句话呀 那户口本 好像不能藏一辈子 不是 甭废托磨了 我心里有数 只要姓王的小子 一离开北京 我把他天天供在案子上 大成 到风里就用得着了 大妈 您的心 大成早就灵了 那惠芳的主意已定 帮吴生要是一走 他早班也得跟了去 他敢 他还能怎么的了 迟早的事 那外边现在全都嚷嚷变了 听辣了姑叫 还不中庄家了 不行 大妈 我和惠芳的事啊 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甭说丧心话 惠芳是我闺女 大不了折腾几天 还能折腾出圈儿的 大妈 您疼不疼惠芳 这话说的 自个儿身上掉下来的肉 能不疼吗 要不我费这么大心血 您这话就说对了 您听我说吧 惠芳啊 一心一意地和王沪生好 这是好事 您待我好 我知情 您 您就 直当了没见过这个宋大成 可是有我这么大一个儿子 还不行 说的轻巧 女婿就是女婿 儿就是儿 大妈呀 大妈 您 您怎么这么死心眼啊 您就直当了没大成这件事还不行 这话说的 眼门前这么一大活人 怎么能直当没有呢 这话这么说吧 要是大成和别人结了婚 您还能说什么 和别人结婚 和谁 下当了工夫不是 有这工夫啊 干点什么不好 这刘大妈也真是老葫芦了 还真看不出来啊 你还真有两下子 怎么 和惠芳吹了 倒替她说话呀 是不是惠芳 这工严得好你呢 没有 那就怪了 嗯 月娟 咱们和这个 惠芳也六七年了 这惠芳要走 你心里会怎么想 走 嗯 她上哪儿走啊她 听惠芳那个意思啊 如果王虎生真的要上外地去 她也跟着上外地吧 这王虎生 林总还得脱个垫被子 哎 大成 咱说什么也想个办法 不能让惠芳走啊 哎 要不咱上你家商量商量去 走 快点 房又在哪儿算你我 昨夜晚了吗 谁算你您了 人家做功课呢 完了 完了还不出去玩去 小孩子家了 我在家里猫着干什么 这可是您让我出去的啊 请有时候我在外边瞎跑 走喽 早点回来啊 别忘了吃饭 知道了 我说你等会儿说话呀 这八个主意都出了 你到底是同意不同意 你别老闷着 我可告诉你啊 人家还有事呢 没那么多时候陪着你 大肠 你怎么了 大肠 你 你 大肠 哎呦 哎呦 大肠 来来来 喝点醋鸭呀来 你看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这是 来来来坐这儿 来来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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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这儿 哎 怎么样 好点了吗 你等着啊 你说你也是 不能喝你就别逞这个能了呗 有什么话你就说出来 别老憋在心里头 那慧芳是咱们多年的解门了 你说你让我干什么 刀伤赶上火海赶闯 来 擦吧 你瞅你点起 你不说呀 你不说呀 我也走 别 大肠 你怎么了 我说你有话就说吧 看你这样 我这心里头也不舒服呀 来 我扶你刀看上躺会儿去 啊 我扶你刀看上躺会儿去 哎 妈 走吧 来 妈 我回来了 你还认得这个家呀 今天组里有点事儿 帮你了 得了 去哪儿了就直说 甭跟我变瞎话萌事 甭了理他 今天他发烧了吗 妈 妈 燕子呢 妈 找你去了 妈 这个咱家的粮片领了吗 你又惦记什么呢 我是说呀 以后少让燕子往外跑 多帮您干点事儿 每月的粮食 我和月娟买了 帮您烧回来 家里要是干个泥马木工活 国强他们同学虎子 我已经脱了他了 家里面的灵草 你真想走啊 我和我把话跟你说明了 你要真跟那姓王子走了 这辈子你甭想进这个家 你给我放那 那东西你一样甭想动 想怎么就怎么着 你想气死我呀 妈 妈 妈 你这是什么 刚才 刚才在蜀记家听爷姐姐的嫂子说 月娟姐姐跟大成哥结婚了 胡说 不信自己去问天 心眼的都嚷肚了 月娟和大成 听月娟她嫂子说 大成是昨天晚上向月娟求的婚 难怪来劝我的时候 做一个假如又一个如果的 可怜呐 大成苦等了你六年 妈把以后的指望全放在她身上 完了 留着这会算全完喽 我地儿 委员 想要先进去 你不想怎么回事 不许会 你不许会 你不许会 我不许会 你不许会 我才能去 我可以 我不许会 我可以 你不许会 我可以 让他给那姓王的报喜去吧 姐 你早点回来啊 你不足以家这尾巴套跑了 月娟 慧芳 你都知道了 月娟 你和大成真的要 大妈 想不到这么大的事 你连大妈都瞒着 大妈 你别穿着明白装糊涂了 月娟的嫂子早让人变了 我这不是着急着来告诉你来了吗 告诉我好断了我的念头 成全慧芳和那姓王的 不用 大妈是个明白人 慧芳 坐吧 自己倒水啊 你甭管了 月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昨晚上我和大成去你们家劝你妈 你妈一口咬定非大成不可 你想啊 大成那么笨嘴拉舌的 哪能摆得过你妈呀 说了半天 老太太是愣不明白 我心里想 趁早走 跟老太太沸吐沫白搭 就这样 我拽了大成出了你们家门 这一路上 大成这叫一个磨叽 都快把我给挤死了 到了他们家门口 我怕他难受 就把他送进去了 一到了他们家 我就后悔了 本想让他道道心里话 谁知道他来了一个一言不发 我这叫一个气呀 你甭看我嘴上气恨他 看他那个难受劲啊 我这心里头也指个劲的扑他 生怕他闹出个好胆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了 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这黑天下火的守着个老爷们 可大成老是不好 我又走不了 大成好点了吗 嗯 来 过来我扶你坐起来 来 来 坐会儿 你 等着啊 来 你倒点水 小姐 我 嗨 你呀 就甭想那么多了 刘大妈就是那个脾气 他要认证个死理啊 看谁说也没用 连慧芳也算了 这年俩 要是凑在一块儿啊 有呕不完的气 你怎么对得起大妈呀 对得起 你怎么也对不起 大妈对你好 那是真格的 要不说呀 你干脆来个旧坡下旅 找个对象 接了婚得了 这样大妈就死了这条心 你也算成全了回放 你干嘛拿来点瞪着我呀 怪瘆人的 我告诉你啊 甭胡想巴想 我可是为了你好 大厨 你又怎么了 真是的 来 喝点水 来 我给你擦擦 你喝点泡 真是的 好了 这 你这个人哪 心 心真好 别胡说八道 我当时这心哪 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咱哪经历过这阵势啊 你还不是我这人哪 水萝卜炒疙瘩 上不了大喜 林了 我这两条腿啊 直打触 浑身起小米 反正我想了 豁出去了 大不了他能把我怎么着啊 可是我这心里边 还是怕极了 怕什么呀 我 我也说不清 你欺负人 月月 我没说你什么呀 怎么了 你发言风格 成全别人 你干嘛拿我开心 我转什么了 我 我告诉你宋大厂 咱俩在肠子里 不是一年两年了 过去 咱已经养着脸瞅你 你说你和别人好 是坏 我从来也没有拆过你 现如今 你和别人散了 你这么来挤得我 过去 我是想和你好过 可咱高翻不上 你压根也没拿正眼瞅过我 可我告诉你 我不是嫁不出去的 跟我介绍对象的人多了 我们家哥五个 就我一个女孩 我从来也没有受过这样的委屈 你宋大厂算什么人 你干嘛踩过人你 月娟 大成可不是那种人 我知道 说归说 骂归骂 我看他半天不吭气啊 我这心里边 也怪不老人的 不管怎么说 大成 一直对咱们不赖 是吧 你说话呀 怎么又哑巴了 月娟 我这个人吧 不会耍心眼的 过去 我对慧芳好 这你也知道 现如今这事都成这样了 你是慧芳的好姐妹 我怎么能打你的 主意呢 大成 你信得过我吗 你说呀 我能对你好 我愁我配不上你是吗 别嫌我 我也会照顾人 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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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认识 你也最好 我都不认识 你 我愿意 要是 你 我愿意 你 我愿意 大成要真的跟了我 他心里还想着别人 你想我受得了吗 不过现在好了 你和胡生好了 往后咱们两家都结了婚 大家一块快活活的多好啊 真的叶剑 以前呢 大成也常给我念的你好 得了吧 他是不是竟说我傻 没有 我才不在乎呢 往后两口都过日子 甭一天见恩那爱的 只要他实现眼对我 我用不着他挂在嘴边上 叶君 这可是一件大事 你跟家里商量了没有 昨晚上我还真想着一宿 这一辈子还头一会熬夜呢 今儿早上起来 我就征求全家人的意见 你猜怎么着 我们家人二话没说同意 你说我这心里这叫一个痛快 我也不困了 到了场子我就奔大成那去了 我呀就想知道他宋大成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问你 昨晚的话还算数不算数 怎么了你 你要真心对我 那你就听我的 今儿下了班 我就去找吴大妈 请他到我们家给你提亲 明儿个你就见我妈 后个咱们就置办东西 你干嘛催我紧呢 你想我这一大堆事呢 那不是你说的 今儿个去登记 老老板你听你跟我打产呢 不是 我是想啊 想什么 想编卦 听你啊 你想怎么着 咱们就怎么着 行了吧 不是 小军 那怎么了 我这个人 来拿自己心里想的 去比别人 可别人不这么想 慧芳 其实我这人心里边 没坏心眼 我 我真后悔 岳俊 才一天你就后悔了 过去咱没答应他 多主动啊 现在好了 答应了 也就拴上了 你呀 老爷跟自个儿过不去 你怕什么呀 我 我怕他再找你去 你说什么傻话呀 他要是把你甩了 咱都不理他 慧芳 他要是真的找你去 你真的别理他 坐下来 找什么急走啊 哎 大妈 您就别再难慧慧芳他们了 我的事事先也没告诉您 您也甭往心里去 往后有啥事了 您还照样 老花姐啊 万事骨难全呢 你这么做 不就是为了成全慧芳吗 算是便宜姓王那小子了 哎 你可别这么说 慧芳他们也够不义的 往后 还指望着他们孝敬您呢 我不判那个 我不判那个 我把话搁着 回方他有后悔的那一天 说到底 我就不愿意让他们登记 大妈 我合作用 把辣子都嫌疼 在大妈 还不想 我 我 我 你 我一定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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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军 我回去了 别见别见 再等会儿 他呀 说话就快回来了 你去坐点别动 我呀 出去买点东西 今儿晚上 咱们在一块儿 好好地聚集 行了 你别瞎忙了 你和大成的心呢 我都领了 妈还在家等我呢 得得得得 还没怎么着呢 就你呀我的了 我跟你说呀 不再那么一时半会儿的 去 坐点别动 大妈那儿啊 我跟你盯着 快去呀 叶军 你别忙了 等着我啊 喂 你应该知道了 嗯 我刚从你们家来 去做妈的工作 嗯 你快进去吧 因为竟然还等着你弄饭呢 哎 你回去啊 大妈在家等着你呢 来 回方 别担心 大妈那个工作 我已经跟他走通了 大成 你得好好带月卷 不许欺负他 哎 你快进去吧 什么 还好 大哥 你不许欺负 我都不能承许欺负 你不能承许欺负 大臣和岳娟的事啊 妈都明细了 昨天晚上我在家 妈什么也没说 脸色比过去缓和多了 我受不了 你能保证你妈不发火 我还不是为你好啊 你爱去不去 可我去了说什么 我哪知道啊 你妈对我成年那么深 一下就变过来了 万一去了再数了我一顿 你让我这脸往哪放 妈呀就那人 你让他数了两句 还能掉回肉不成啊 我再说了 他要说的不对 你可以跟他提啊 不敢 我可不敢 你呀 我最看不上你这样了 算了 还是别去了 以及收这份罪 还不上来地 那算了 反正咱俩的事儿也没定 还没登记嘛 算了 我去 我去 什么时候 明天 明天还不行吗 妈 妈 她来了 嗯 我给你 那我让他进来啊 不进来还等我去请他 阿姨您好 来了 坐吧 妈 来 你帮我帮他 不用 这就是那捡来的孩子 快一个月了 这还没送出去啊 怎么 你能帮忙 我 恐怕不行 啊 妈 护生这不是来了吗 家里 有什么要他帮着干的 上次你来 我说了一些话 可能不太好听 我们小户人家 没什么文化 有什么说什么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你识文断字的 就多担待 阿姨 您太客气了 今儿你来了 有什么要说的 就全摆出来 妈 护生是做小辈的 老人说两句算什么呀 你要不记恨我 咱就往下说 阿姨 你有什么话 就直说 我听着呢 没别的意思 看样子 你就真心要娶我闺女了 那 你打算怎么养活她呀 妈 我自己挣钱 干嘛要别人养活呀 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自古就这个理 阿姨 我马上就要有工作了 第一个月 我每月工资是四十六元 可是到第二年的时候 我每月工资 就五十六元了 我不抽烟 也不喝酒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开销 我保证 把全部收入 都交给惠芳 我们家原来的房子 给没收了 现在搬到一间平房里 不大 可是挺高的 家具嘛 是没 哦 有一个双儿床 有两个箱子 还有被子 褥子 还有一个火炉子 没烟通 你们家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他做老家得没给你留下点 您说存款哪 我爸爸那时候倒是有些存款 可是他一出了事 就交工了 哦 我妈妈原来还有些生活费 可是他也过世了 说了归齐 除了一间工房 和你那没到手的俩半工资 感情的也是笨子没有 没有 没了 那没有 现在 怎么回事 您 您